台湾猕猴爬上民宅屋頂發出咫咫叫的聲音 屋主出來查看 不得了 家裡面像是被猴群大軍給入侵 猕猴穿過種植農物搭建的架子 爬上窗戶一直對著房間裡面看 似乎想要開門進來 還有猕猴直接闖進屋內 大搖大擺的在樓梯上走上走下 夫人跑出來趕猴子 但卻不小心從椅子上摔了下來 後腦勺摔破一個洞 劉太太的後腦勺當時撞擊到地面 鮮血直流到音樂縫了好幾針 索性沒有大礙 而這個地方是高手美農區的光明路上 屬於平原地區 但從去年開始猴群數越來越多 從原本的兩三隻增加到近三十隻 看我真的那個打蠟 也打蠟也結了 變它踩桿桿 之後呢就被砍掉了 夫人好無奈 因為這些禰猴不怕人就算了 還頻頻騷擾居民 卻礙於法條不能強硬驅趕 避免傷害 但這樣大蠟蠟入侵民宅 隨意搶東西吃 任誰都沒有辦法接受 居民的生活品質嚴重受到威脅 記者莊全城 潘映文 S小組 高雄報導